本年1月29號 紅磡碼頭圍道一座五層高堂樓 懷疑受地鋪裝修影響主力處結構 在5秒間傳動突然倒塌 雅力堆積達兩層樓高 慘地造成四人死亡二人受傷 倒塌樓宇旁邊的大廈也成為危樓 政府一度封閉大廈和附近的道路 事件震驚全港市民 2月11號 意外知有總港市張鳳儀小姐率領義工隊 前往碼頭圍道塔樓事件中 最年輕死者同情同袖讀的 油麻地天主教新聞書院 向受害者母親李女士遞交五位數字的支票 被呼籲校友繼續捐助受影響的居民 協助災民盡快重過新生活 桃瓜環塌樓事件中 我們的舊生童慶圖同學不幸過世 發生事後 很感謝學校的師生 校友 家長 和很多校園人士都來捐款幫助童媽媽 童慶圖同學在學校是乖的學生 新來港讀中一時成績一般 到後期他可以讀精英班上讀中七畢業 在這段期間他的表現給我們看到 他是一個很勤力的學生 對人很友善 他的成績一直慢慢進步到頭十名 他的字射得很好 所以很多同事都讚許他 在這件事後 我們覺得很感慨 因為他這麼年輕就過了身 但在這件事上 我們感覺到人間有情 很多街外人士都來捐助童慶圖的家庭 尤其是我們特別要多謝 意外之友張鳳兒小姐 影聲洪欣小姐 以及意外之友這個組織 去伸出援手幫助童媽媽 希望各界人士能夠繼續捐助 幫助童慶圖的家庭 在童慶圖的事件發生之後 大家都很關心 我們學校一直以來幫童慶圖的媽媽 去開解他和去救助他 也都召集了我們的校友家長 以及各界的社會人士 我們的同學老師等等 都一起去幫助他捐款 今次很開心很多謝意外之友 他也伸出援手 我特別要名謝 因為這個意外之友都是藉著我們的校友 譚博士去幫助我們發掘這個資源 去幫助童媽媽 亦都是鎮著這個機會 很多謝洪欣小姐 她是愛心大使 以及Janice 去幫助童媽媽去解決她的嫌微之急 我們本著天主教辦學的精神理念 都是師比秀更為有福 以及幫助我們的近人 就等於幫助耶穌幫助主 所以我們都盼望每一位人士 都伸出你的援手去幫助童媽媽 我自己其實真的很希望可以令意外 以後不會再有意外的發生 但始終天災的人禍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幸好有意外之友這個機構 在一些真的發生意外很無助的時候 他們可以找到一個好像意外之友的機構去幫助他們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意外之友這個機構 各位新聞書院的校友 希望你們可以慷慨解囊 幫助和媽媽度過今次的難關 無法提供 大家都會忘了 我們請你 也Westard